这是出土于邹城鲁荒王朱潭墓中的九流缅 也是古代史中唯一保存的缅关食物 同时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九流缅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大家给我点个一圈三连 今天我们去山东省博一探究竟 朱潭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 两个月大就被封为鲁王 结果在19岁时 因为吃蛋药求长生中毒身亡 朱元璋得知消息以后非常气愤 觉得他荒诞不惊 于是就给了恶事约荒 所以我们称他为鲁荒王朱潭 朱潭墓被称为大明第一亡灵 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 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件九流缅 缅的顶部叫岩板 前缘后方 比喻天缘地方天尊地卑 表示博大之意 在岩板的前后 有九条垂下去的串珠就叫做流 有点像小时候家里挂的门脸 表示帝王不是非不是邪 是非分明 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边 下面系着一块圆形的玉石 也就是所谓的充耳 寓意帝王不听产言 求大德不计小过 有所闻有所不闻 从而演化出一个成语 充耳不闻 免伏制度作为礼的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形成于周朝 周礼中提到周代有六种免伏 称为六免制度 也就是不同场合所穿的不同服装 然而究竟长什么样 现在谁也不知道 公元前221年 秦王正一统天下 秦国讲究法制 而并非周朝的理智 于是周朝六免被废除 只保留了一种叫军玄的服饰 有人提出军玄可能就是六免里最低等的玄免 但是秦始皇陵没有打开 也没有实证 大家现在看的电视剧 《汉武大帝》中 刘彻穿了免伏 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 我们只能呵呵一笑 那么西汉有没有免伏 这是重点 东汉永平二年 汉明帝制定了系统化官服制度 史称永平免制 这一年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 才是真正免伏制度的开始 那么电影电视剧里的西汉免伏 或者秦汉免伏 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来自中国服饰五千年的作者 在书中放的一张复原图 站在学科里 他绝对是个大人物 如果说专业 我只是一只不入流的土狗 所以我聊的这些 大家就当个故事 看个乐呵就行了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 强调赴汉官之位移 诸史王朝持续了二百多年 免官免伏的崇高地位 也保持了二百多年 满清入主中原 可能是因为大辫子不好穿戴 于是免伏制度被废止 从此免伏文化断代了 直到袁世凯恢复了免伏制度 所以现在存世未经复原的免官 只有朱坛木这件 和袁世凯的一件 说白点免伏就是祭祀时穿的 并不像电影电视剧一样 常年穿在身上 并且满清入主中原 前中后期的辫子是不一样的 电影电视剧为了统一 全部弄成了阴阳头 真正的发展 就如我放的这张图一样 起步阶段错漏在所难免 后母屋顶错认为四母屋顶 都已更正 知错能改 才是每一位致力于京的学者 该做的事情 百家争鸣 取其精华 去其糟糠 总体来说 没人见过真正的免伏什么样子 而九流免 让我们见识到了免官的真正样貌 日后不管是读音还是史料错误 都希望大家可以指出 这样我才能在文史路上越走越远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给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